根据IT产业界的估计 Twitter的用户在1亿9千万到2亿之间 虽然比脸书差一大截 但也算是社群网站的佼佼者 而法国第二大银行的国民储蓄银行BPC集团 看上Twitter在行动上网人口的高渗透率 推出自行开发的应用程式 让Twitter用户可以发个推文 就能完成付款的动作 BPC负责这个业务的事业部门 称为S-Money 而这项目前还算适用阶段的服务 只限于法国国内有效 因此无论是付款或收款的双方 都必须在S-Money开个账号 并安装应用程式 同时也一定要有法国境内的银行账户 以及在法国登记的手机门号 在整个过程中 Twitter网站只是付款收款双方的沟通平台 并不经手金钱交易 而银行则是从中收取1%到2%的手续费 另外 这个服务的付款金额上限是500欧元 相当于新台币19300块左右 相当适合小额的网络购物 私人付款 以及对慈善机构等团体的个人捐献 事实上 Twitter公司自己也尝试开发类似的服务 不过地点在美国 另外脸书也打算在附属的即时通讯软体中 加入让使用者付款给另一个使用者的功能 对于像BPC这样的银行来说 利用社群网站在年轻族群的高渗透率 可以开发和传统客户完全不同的族群 而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社群网络也是一般电子商务金融以外 另一个很有潜力的选择 记者徐家人报道